美海军全10号两极攻击舰已于8月12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据公开照片显示 全10号在通过海峡时处于全舰戒备状态 起飞多架AH1Z魁蛇武装直升机升空警戒的同时 还将一轮LAV-25轮式装甲侦察车 开上飞行甲板掩护武装直升机起飞 以防遭到潜在的无人机或水面小艇突袭 AH1Z采用了满外观武器配置 除了通常的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和九头蛇70毫米火箭朝外 还罕见挂在了响尾蛇空空导弹 鉴于此前发生的伊朗无人机监视每件事件 AH1Z挂载空空导弹的针对性十分明显